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捉到猪肉那可是咱们餐桌上的常客 可是我今天拿来的这块猪肉有点不一样 然后你看就是中间这块 你看这块猪肉颜色怎么是这样的呢 好像和我旁边自己买的这块猪肉相比 它的颜色明显深不少 和这块牛肉的颜色倒是有点相似 而且这块猪肉按起来啊 哇 你看 非常有弹性 捏一捏也很紧实 和我买的猪肉相比 哎呀妈呀 这弹性和紧实程度都要高很多 那么这块猪肉到底是什么猪的猪肉 它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就让我们带着疑问去溯源吧 说起猪肉的做法 那可是五花八门 无论您是红烧 烧烤 炒菜 它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猪肉不仅能丰富我们的餐桌 它香嫩可口的味道 也是令人回味无穷 但是为什么出现在远博市的这块猪肉 它却如此与众不同呢 无论是肉的颜色 还是肉质的弹性 处处都透露着它的独特 如此特别的猪肉 到底是来自于什么猪呢 按照猪肉产地来源 我们开启溯源之旅 从北京出发 前往西藏自治区林芝市 养猪为何在山上养 山上养猪有何好处 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 这里因为植被较多 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 虽说林芝与真正的江南相比 少了白墙黑瓦 小桥流水 但雪山 生谷 森林 却构成了林芝与众不同的独特风貌 一路上不仅可以看到 雪山峡谷同框的风光 同时也能感受到 牦牛在草地上悠闲的 啃草的惬意生活 那么这在高原生长的猪 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这路边有猪呀 猪谁在我看一眼呢 没想到路边上就能看到猪 无暇多想的我们赶紧上前 看看这生长在高原上的猪 到底有什么不同 可刚跑过去 还没看清楚猪长啥样 这猪就直接跑进小树林里了 这在高原上的猪啊 真的是不一样 为什么追不上它 我看到了那边有猪 我现在只能看见猪 我绝对追不上那些猪 隔着树丛实在看不清楚 这些猪到底长什么样子 跑得这么快的猪 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猪是不是我们要找的猪呢 可就在这时 我寻不上前来了 你怎么跑咬不上有点 不太舒服呀 这时候我们第一次意识到 高原的不同 短暂的运动就会让人心跳加快 呼吸困难 猪端了 咱先回去吧 最后快晕了 刚上高原的我们 实在是有些体力不支 只能放弃追猪 按照计划 去往养殖场 一探究竟 养殖场依山而建 海拔在三千多米左右 在其他地方 八月初的气温依旧炎热 但是这里的温度 也就才二十多摄氏度 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可是我们却没在养殖场里 看到一只猪 这猪都跑哪儿去了呢 我们猪都养在山上 不养就要得养在山上 对 那您带我去山里看看 可以啊 但是你穿上这样不行 我穿 我给你拿点脏背 然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负责人拿来的东西 居然是羽绒服和氧气瓶 您拿个氧气瓶我能理解 因为咱这高原嘛 但是您看一下 这个林芝的温度 现在是二十二度 您让我抱个羽绒服 跟你上山 对 就抱着它 你这样 你拿着就再来 二十二摄氏度的天气 抱见羽绒服吗 我们实在是看不懂 负责人的心思 只能跟着它一路上山 养殖场的后面 连接着大片的山脉 虽说路并不陡峭 但是这么大片的山脉 上哪儿才能找到猪呢 这在高原上养出的猪 又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而且这里的猪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猪呢 可是走着走着 我们就感觉到 这儿的气温开始急剧下降 咱们这儿怎么越走越冷啊 感觉 把羽绒穿上 上面还冷 还冷 这大太阳 怎么还装这么冷 海拔这么高 此时的海拔 已经在三千四百多米了 这时我们才发现 原来在高原 越往上走 气温会逐步下降 在这样的环境里 这些猪如何生存呢 而且我们走了这么久 连猪的影子都没看见 这里真的会有猪吗 这些猪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试图用无人机开始寻找 没想到 在前面不远的小土坡上 看到了一群小黑影 我想看那儿有猪 我们赶紧靠近小土坡 想看清楚 这些小黑影到底长什么样 是那猪是您的猪吗 对 你看那样你抓不着 抓不着 特别敏捷 特别敏捷 上日奔跑 因为有第一次抓猪失败的经验 我们知道这些猪野性强 轻易不让人靠近 所以我们小心翼翼地上前 一点点地靠近 看准时机奔向猪群 凭借着瞬间爆发的速度 依旧没有能追赶上这些猪 在这空气稀薄的地方 这猪为什么能够跑得这么快 这到底是什么猪呢 前后两次抓猪 我们都因为高原空气稀薄 没跑多一会儿就感觉体力不支了 真的是闯不着气了 编导跑这么两下就气喘吁吁的了 这些猪为什么一点声都没有呢 它们是如何克服高原上的空气稀薄 能在这里这么快速奔跑的呢 抓都抓不到的猪 负责人到底有什么方法 能把猪弄回院里呢 然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负责人下来就开始拿着石头敲盆 这是要干什么呢 不是要喊猪回来吗 这敲盆是在做什么呢 但是在这片敲击声中 慢慢地开始有猪往这边靠拢 来了来了来了 这情景还真的是出乎意料 这么有野心的猪 居然真的可以在敲击声中自己下山 没过多久 大量的猪陆陆续续地开始往负责人身边集中 负责人告诉我们 它们每天放猪上山 是为了让它们自己找寻食物 但每天晚上六点会喊猪回家 再喂一顿 此时我们才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这些猪 这些猪看起来 似乎体型要比一般的猪小了不少 耳朵也很小 是直立的 不像一般的猪耳朵搭了下来 有的猪 窩梗上还立着不少棕毛 我们越发地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猪呢 我一般见那个猪都这么大个 你看它这个就这么点 这是什么猪啊 这是个古早的一个猪种 叫藏香猪 没想到这小黑猪 就是名声在外的藏香猪 这可是少有的高原品种 很早我们就听说过 藏香猪常年在山间游走 保留了不少猪的野性 难怪这猪跑得比编导都快 负责人告诉我们 他们放养藏香猪的方法 也是监寻传统饲养方式 以前藏香猪的养殖方式 就是春天放上山 秋天把猪找回来 这样藏香猪的肉质才有保证 可是改变了养殖模式以后 为什么还要放猪上山呢 既然放上山 为什么每天还要喊他们回家吃饭呢 主要是为了让它养成回家的一个习惯 如果说它没有养成这个回家的习惯 那它试试说我们也不知道了 另外一个就是晚上喂了一餐以后 也能提高它的这个出兰力 你看有很多地方在引进藏香猪 就是因为它的出兰力提高了 所以才还是引进 可是这藏香猪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猪呢 负责人告诉我们 今天正好有猪要出栏 抓一只回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此时员工和负责人已经开始拉开网子 我们也慢慢地接近猪群 拦住一只猪 没想到猪直接从网上就跨越过去了 但是为什么这猪能如此轻松地 在高原上运动呢 我在这儿跑到船 它怎么在这儿生活呀 它只是在这儿生存 所以它的心肺功能特别发达 别看它这个猪皮很薄 但是它的抗寒能力很强 食业能力特别强 这时其中一只猪在围追堵截下 终于被捕获了 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负责人准备了当地特色的涮锅 我们一下就被桌上的猪肉吸引了 很明显 这盘猪肉的颜色跟演播室是一样的 瘦肉部分颜色呈现深红色 看来演播室的猪肉 还真的就出自藏香猪 那么这藏香猪肉的味道又会如何呢 这个肉的那个猪肉的那个香味感觉特别浓 不仅如此 这猪肉吃起来非常有弹性 而且肉质紧实 不愧是在山里跑来跑去的猪 这时我们发现 这高原上不止猪肉不一样 连涮肉的锅也很不一样 这明显是石头做成的锅 这是您之特有的一种石锅 煮的东西特别好吃 原来这种石锅是莫托石锅 用天然造石手工打磨而成的 这种石锅里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煮出的食物味道会更加鲜美 不过这藏香猪肉的颜色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肉的颜色会这么深呢 这和它们天天上山 有没有关系呢 负责人告诉我们 明天跟着猪一起上山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带着疑惑跟着猪一起出门了 终于发现一只猪在草堆里拱着什么 负责人把猪轰走自己去挖 我们上前看了看 没被猪拱出的东西 居然是颗野草 这堆草您挖的干啥 这挖出来你再看 一颗野草而已 负责人却跟发现了宝贝似的 这颗野草到底是啥呢 这 你闻一下 这是人参吗 不是 这我闻不错 这是叫党参 原来党参是藏香猪最喜欢吃的中草药之一 除了中草药外 藏香猪还喜欢吃山中的一些野果子 恰恰临之的山里 盛产各种中草药和野果子 他们之所以每天放猪上山觅食 就是为了让他们自己去寻找这些草药和果实食用 但是这些中草药和野果子 是导致猪肉颜色不同的原因吗 吃了这些东西它的味道更香 然后肉质更好 这么听起来 吃中草药和野果子 也仅仅是让猪肉的味道变得更香 和猪肉颜色没什么关系 那么到底猪肉颜色深的秘密是什么呢 负责人告诉我们 想知道猪肉颜色的奥秘 还需要再走一段路程 可是这次的路程 似乎没那么好走 并不是说路有多崎岖 而是编导的感觉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实在闯不着那些气了 吸点氧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已经走到了三千五百多米的海拔高度 此时编导感觉到自己头昏脑炸 好在提前准备了氧气瓶 要不然编导可能就要半途而废了 但是爬到海拔这么高的地方 和藏香猪肉颜色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要上到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呢 好想吸点氧能稍微舒服点 这个藏香猪 它的肉色跟它天天往这上爬有什么关系 你再跟我再往上爬一段 还得往上 好在前面的路程并不是很远 没多久我们就来到了此次的目的地 我带你到山上来主要看一下这个水 这个水 这个水有什么不同吗 你摸一下 我们触摸时发现 这里的水非常的清澈透亮 将栏目的标志放入水中 标志在水中清晰可见 可是就在此时 我们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水它摸起来的这个温度并不低 但是我手刚放进一会儿感觉很刺骨 我就骨头回头 这到底是什么水啊 这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雪山水 藏香猪每天要喝的 那藏香猪为什么要跑到这么高的地方来喝水呢 这跟它肉的颜色又有没有关系呢 我今天带人来看的就是它生活的这个环境 在山里吃各种各样的山珍 和雪山融化的天然雪水 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也让它的肉质更加鲜嫩 味道更加香浓 而人工的亚方式 不仅让藏香猪走下了高原 也让它走上我们的餐桌 可这藏香猪肉这么特别又该如何制作呢 与众不同的猪肉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做法 藏香猪在当地又有什么特色吃法呢 日常生活中用猪肉做菜 部位的挑选也是很有讲究的 比如五花肉 那是制作红烧肉的首选 这样做出的红烧肉 瘦肉中会融合肥肉的浓香 一口吃下去 那就是肥而不腻 而制作小炒肉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猪的前腿肉 不仅有肥有瘦 还带有一些猪皮 加入青椒和辣椒一起爆炒 出锅后的小炒肉肉质鲜香 猪皮脆爽 回味无穷 但是这里用藏香猪肉做菜 居然选择的是两块大肥肉 这就是两块肥肉啊 这能做什么菜啊 一般做菜 我们都会尽量选用瘦肉 毕竟肥肉太过油腻 但是为什么负责人 要用两块大肥肉给我们做菜呢 到底这肥肉可以做成什么菜呢 看着菜板上被分切成大块大块的肥肉 我们看着就觉得腻了 而接下来的做法更是让我们意外 咱这是白水煮肥肉吗 没有任何配菜 仅仅仅就是油腻腻腻的肥肉 这到底是做什么菜呢 但是随着水分开始蒸发 这会儿我们也看出门道了 这好香啊 我大概知道咱们这是要做什么了 您这是要做油渣是不是 对 此时的油渣已经慢慢成型 但是一般在家中炼油渣 肥肉块都切得很小 但是藏香猪的肥肉炼油渣 却是用这么大块的肥肉 即使油渣出锅 我们也很怀疑它的味道会不会很油腻 没过多一会儿油渣出锅了 看着眼前这么大块的油渣 我们真不知道试吃以后会是什么感觉 你看看这么大一块 你先尝一尝香不香再说 那么这大块的油渣味道到底如何呢 这个确实是这么大块好像是不太腻 除了油渣外 在当地藏香猪最出名的吃法就是烤 而且是整支的烤 首先用当地的香料粉 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腌制 之后再用青柯麦片 将猪整个裹住三个小时左右 林芝当地盛产青柯 它有一种独特的麦香味 用它来包裹藏香猪 可以让猪肉融入青柯的麦香 形成一种特别的香味 此外这种特殊的腌制方式 还可以让猪肉更加美味 口感也会更加软嫩 而制作的最后步骤 就是用炭火慢慢地烤制三个小时 在烤的过程中 还要不停地翻滚 速度要保持均匀 整个制作过程 需要七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样烤出的藏香猪 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香味 那么耗食如此之长的烤藏香猪 又是什么味道呢 这样就可以了 哇 好香啊 这个皮好脆啊 是 而且感觉有一股 说不出来的那个香味 很麦香味也是吧 对 夜幕降临 篝火熊熊燃起 吃着外焦里嫩 香味十足的烤藏香猪 欣赏着独特的歌舞 紫情此景 还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 此次溯源之旅 行程近三千五百公里 历时六天 我们来到西藏自治区林芝市 一路追寻藏香猪猪肉 与众不同的秘密 在这里 我们见证了这种 高原之真的成长之路 也看到了当地从业者的 巧妙心思 他们不仅利用 传统养殖方式 保证了藏香猪的品质 同时还结合 现代管理方式和喂养方式 提高了藏香猪的出栏率 让这种高原之真 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藏香猪 以前在市面上很难见到 如今当地牧民 在保留传统养殖方式的基础上 增加了人工喂养 大幅度提高了 藏香猪的出栏率 再加上特殊的包装工艺 冷链物流的全程守护 让这种产自高原的美味 也走上了我们的餐桌 作为西藏特有的一种 古老畜种资源 藏香猪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池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